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像80后90后的这些作家有的剽窃 抄袭 那您也说的好吗 什么什么的 就对您这个 说郭敬明了 是吧 我没有说过剽窃好 就是具体的 每个人的优点 缺点 或者是哪件事做的好 哪件事做的不好 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我说的是一个总体的态度 是不是 就跟我说 我说这人不错 那人说他抽烟抽太多 你是不是提上他抽烟 我没管他抽烟多少的问题 没错 我就觉得咱们好像许多人看人习惯于一棍子打死 其实这人是一百个方面的 你承认他这50%的方面是对的 不等于他另50%的方面也是对的 反过来也一样 他这个是这样子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谈作家 但是我们对这个作家 对整个人群的所起的作用 是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大 比如就拿语言来说吧 语言呢 并不是语言呢 首先他不是作家制造出来的 语言是整个一个民族 如果来中国来说是十几亿人口都天天在那说的 除了这个就是龙亚人 他受到一些残疾方面的限制外 所以他这种活的语言 这个是最根本的 如果我们离开这个活的语言呢 然后说有作家的语言 有老的语言 有新的语言 我觉得这个有点反 这个好像离开了这个本源 但是您说这个倒让我想起来 就在最近前一阵五四 五四的时候 那个我跟这个陈南青老师和徐子东老师 聊这个什么白话文 聊文学 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一个一个理解 就是什么呢 这个好是不是说现在的这个文学啊 是人应声 是在我从五四那个时候 一些激进派 应声声提倡出来的 出来了这么样的一种文体 出来了这么样的一种白话文 比如说过去我们讲到 说这个鸳鸯蝴蝶派张恨水 上诉基于红楼梦 是吧 什么些西游记 这也是一种白话呀 那么好像是不是说 这种白话 包括到后来张爱玲 他延续了一种中国文字文化的一种味道 但是呢 我得到一种观点 就是一度啊 这个革命或者政治 是不是把语言和文学给绑架了 就是说 比如说提倡了一种很欧化的东西 像到后来人们写的很多 包括建国后的很多小说 甚至于我想起这个来 我想起当年胡适 后来啊 咱们建国后啊 胡适说过一句话 他说啊 共产党里头 写白话文写的最好的 还是毛泽东 有人说胡适这句话 本身就表明了 他对于当年他们走的这一路的白话的一种理解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因为白话 首先就因为它是话 他并不是任何人制造不出白话来 中国早就有白话 白话什么也就是口语 简单的说 哪有说一个国家没有口语 只有书面语言呢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 哪呀 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国家 这难道是新闻吗 就是中国人说中国话 说的是白话 咱们一见面 老豆 咱们还接着枪枪还是怎么着 这算白话 我不可能说 豆兄 不可言呼 不可言呼 欲言而未言呼 那除非我有毛病 是不是 你到农孙里去更是这样 哎 老张来了 老王来了 咱们吃饺子吧 这一首语言 这有什么新鲜的 这算新发现 谁有说中国人会说白话 这不开玩笑吗 我理解他可能说的还是一个白话口语进入书写的时候的 进入书写 那更是从古代就有 否则他们哪知道白话 你就说小说都至少要推到 宋代的这个话本 怎么叫话本 就是说话的本子吗 他其实是为了说书人来讲故事 用口语先写下来 然后照着这本子说 那当然用的是口语 可是说实话那也不是源头 就是这些口语早就存在 只不过在书 我们以前你就说诗经的时候 他记成记下来的那些诗 那他诗他有他的形式 他要有一种四言或什么对仗 一直到后边 一直到你说就说叙事的东西也是有文言记录的时候 他是文字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可是他说的时候还是这样 而且这古今中话都是这样 你说中世纪 咱们说拉丁文是官方的 那个意大利那一代的官方语言 那人平常说话是说拉丁文吗 不是啊 所以他们创作的时候 他才用口语啊 阿拉伯语 是阿拉伯语 可兰经是用阿拉伯语写的 但是可兰经呢 它变成了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书面语言 而且是经文 所以在阿拉伯世界呢 甚至于是其他的一切伊斯兰世界 他要上经文学校 他叫马德里斯 马德里斯就是经文学校 单独学这个经文 但是阿拉伯语从来都是存在的 阿拉伯的口语从来都是存在的 这个口语和他那个经文 就像我们说文言文似的 它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又有区别 中国也是一样 我们从上小学 我们读的就是这些老所谓老的文言的 当然读 我谁不说 您四大才子七书 哪一个不是老白话 哪一个是五四造出来的 认为五四能造出一种语言来 但是你比如说 这是意想 但是你比如说丁玲当年写的这个小说 确实跟这个张恨水的什么 这个鸳鸯蝴蝶 它不一样啊 丁玲的当然不一样啊 鲁迅的和丁玲的也不一样啊 鲁迅的和张恨水一样 只有只有做了梦 只有在梦中 鲁迅和张恨水都完全不一样 是不是 鲁迅当然谈了嘛 鲁迅的语言里头 还吸收了很多日语解词 还用了很多日语的语法 所以老实说鲁迅的文风 我说实话 因为鲁迅被神化了太久了 他里面有很多咯里咯搭的 就跟揉面没揉匀的时候那种状态一样 你突然冷不定跳出一个 他怎么这么用词啊 谁说回去他是从日语来的或者是说 他文言文鲁迅的文言文的修养非常好 所以他很多词他用的是文言文的词 实际他把文言文呢用到这个白话里头 所以我就我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 你比如说刚才这个谁建英他提到了这个宋朝的画本 那么明朝的三言二拍 咱们谁不知道 哪个中国人念过书的人不知道 卖油郎独占花魁 您知道不知道 杜石娘努陈宝百宝箱 您知道不知道 邝太守断死孩儿 您知道不知道 所有的这些还有什么 这都是白话啊 谁没看过啊 我看只有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国情的人 他不知道 以为这有什么新发明 这有什么新发明啊 开玩笑 比如说当时为什么 就是后来咱们讲是代表左翼的那些个作家文人 他们老是骂写这种好像旧演绎小说的那些人 这又错了 五四的时候主要的是批评的是那个 就是说不能够再死着用文言文 在这一点来说 左翼右翼都是一致的 胡适也是这么提倡的 这个陈独秀也是这么提倡的 胡适和陈独秀或者和鲁迅 他们之间的这个文体的差别 语体的差别 远远要小于他们和这个文言文 就是和当时反对这个白话画的 比如林书 林书是很伟大的人 是不是 但是林书的他太钟爱这个文言文了 他要保守的是文言文 林秦南 林秦南 他不是说要保守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所谓老白话 还有就是二女英雄传 二女英雄传内容相当的一般 但是二女英雄传在表现老白话 老北京的话口语上是非常接触的 还有老残游记 老残游记的他的语言的这个功力 也超过了他的所谓社会批评 他得都查不到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这有什么新鲜感 而且他语言是一个流动的活水 你不能把它隔成一个新白话 旧白话文言文什么 他不断在吸收文言文里面的东西 到今天你说他这断绝这个词 这文化断裂 我觉得这用的也有点 用犯了以后 开玩笑 这都是任意胡说 我告诉你 绝对话 今天我出租司机来这 一打开他那司机在那听一个说书的 在那讲故事 我就能听出来好多三言二拍一将 这整个话文小说里面的影子 都活在那个讲故事的语言当中 怎么真的锻炼了 我们先不给你说话全 我得让我把这话说了 咱们五十年代曾经花很大的力量出扬州的一个评书专家 他叫王绍唐 他光讲武松就讲了一百几十万字 这么厚一本上卷 全是讲的是武松 全部都是扬州那个地区的官话 也是白话 口语 而且非常的生动 所以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必要来划分 那你要如果说是解放的革命的话 那赵树里呢 是吧 孙黎呢 是吧 赵树里的那个农民话 他那跟五四才没有关系呢 是不是 刚才你举的例子也很好 说毛泽东 毛泽东是最不带洋腔的 他最烦这个烦那个洋腔的 但怎么毛泽东的这个文字啊 好像跟这个比如说跟这个演艺小说 跟老残游记 那是完全两个味道 也接不上啊 他接不上 他的来源不在于来自演艺小说 来自张恨水 还是来自苏联 因为从俄语来说 对中文当然有影响 底下我们在谈这个问题 而在于什么呢 毛泽东的话 他来自湖南农村 他来自 他努力的用所谓群众的语言 当然他用群众的语言 另外他呢 他不受什么限制 我觉得他其实是砸揉了很多种东西 揉出一种他的体来了 他揉得很不错 我说实话 因为有的时候你真是感觉这个 这个是一个活的语言 你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霸道 你可能不 你都不 你完全觉得说的是一个歪理 你说什么敌人 凡是敌人拥护的 我们就要反对 凡是敌人拥护我们就要反对 凡是敌人反对的 我们就要拥护 你觉得这简直是 这话说的过 完全过吗 但是他有他一种韵力 他有一种节奏 就我随便举 他有很多这个 而且让你一下子就 对 这家 敌人拥固 我都得反对 他挺刺激 不须放屁 这个都刺激 用心喝气无言 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咱就比如说建国后 我觉得这种观点主要是说 好像我们的这个文学啊 受这个政治要求的提倡 造成了一种这个跟以往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割裂 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一种论断 因为咱们比如说咱们一具体的看文学 咱们得拿出东西来啊 比如咱说语言啊 内容上咱们再另说 说赵树里的语言 他受谁影响 比如说文革当中大字报的语言 那你要举那种例子呢 当然多了呀 是不是啊 所以这里就牵扯到这个 刚才谈到毛泽东 我就说现在有一个词 我也觉得非常 我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说是 好像中国大陆的语言 受了毛文体的影响 那就毛文体 说的 谈何容易啊 您想受毛文体的影响 您学学 您试试 是不是啊 你学得了那毛文体吗 到现在为止 我发现的 最不受毛文体的影响的 就是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 他根本他是放开的 他撒开了的 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是不是 他才没有一个固定的干什么呢 固定的模式呢 但确实是有那么一种腔调 是被很多模仿者 在可能是比较拙劣的使用着 然后这个呢 口号型的 口号型 尤其是他这个内容 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所以他就把这个 说的一块去了 你知道吗 就说这毛文体 今天的网络上 你看到很多人 都是大批判的语言方式 对 是不是 大批判的语言方式 这又是一种 这个与其说是毛文体 不如说是红卫兵问题 就是那种 可是这又很好 我说您说这个越扯越复杂了 我在上武器干校的时候 发了一本叫反面教材的书 是费正清写的 叫美国与中国 美国与中国Fairbank写的 他就说 他中国为什么科学不发达呢 由于他不讲逻辑 他不讲逻辑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大学里边讲 就是你修了身就能齐家 齐了家就能治国 治国就能平天下 他说像这么一套下来了 是吧 正心就能成义 然后能修身 说从这一下子能到平天下来 他说这种中国特有的大逻辑 实际是不符合逻辑的 从一件小事上 后来我当时就想 这就叫无限上纲法 是不是 你反对一个积极分子 就是反对一个党员 你反对一个党员 就是反对全中国党支部 你反对党支部 你就是反对省委 你反对省委 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 他就是这么一个 但是我最近突然有一个发现 就是奥巴马总统 他有这种大逻辑 这个你知道吧 他很有名的一段发动竞选的话 他说 if your voice can change a room if it can change a room it can change a city if it can change a city it can change a state if it can change a state it can change a nation if it can change a nation it can change the world your voice can change the world 就是你的声音 形化部长 改外交部长了 就是你的声音 你的声音能够改变一个家 一间屋 你改变完一间家 你就能改变一个城市 既然能改变一个城市 就能改变一个州 既然能改变一个州 就能改变一个国家 既然能改变一个国家 就能改变全世界 因此你的声音改变了全世界 看来这种逻辑是一种忽悠的逻辑 用于宣传 用于斗争的时候 它显得相当有力 叫rhetorical effect 你知道 就是说 它这个声音的这种旋律 有一种 从煽情到催眠 对 一种暗示的作用 最后你就觉得 它说的真有道理 这个跟党 就不停地来回重复 这个跟党的斗争 是有关系的 就当年说 你说党都有这个关系 奥巴马不是 奥巴马 你不要用政治上的东西 把它划分的那么生硬 是不是 说丁灵因为他是共产党员 所以丁灵的语言 就一定和张恨水不一样 是不是 是还是不一样 不是 那你要说 谁跟谁都不一样 作家跟作家要一样了 这作家输就卖不出去了 如果他语言跟张恨水一样 但是你比如说 当年国共两党 在淮海战役的时候 怎么就国民党的宣传 就比不说共产党的宣传 说国民党就输在宣传上 对 我去台湾 我去过两次 我在这也常常见到一些台湾的人 其中有一些有政治背景的 我想 我指的就是国民党的背景的人 他们都承认一条 说语言我们打败了 宣传我们打败了 我们不是共产党的个儿 这很简单 你比较一下 能代表国民党的 就是蒋先生那个中国之命运 那个中国之命运用的那些词 让你感觉到的那种有气无力 是吧 那种半言半白 其实那还是 国民党不算代表旧白话吗 对啊 他是陈布雷写的 这边你看共产党的这些词吧 又泼辣 又生动 有冤的报冤 有仇的报仇 翻身解放 但是这种语言 它有文学的美吗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咱们说宣传跟宣传之间 好听跑不停 你把内容 你对这个语言所表达的意思 和这个语言作为一种辞早的这种形式 要分开来谈 当然它是有联系的 有的时候我们就谈谈谈 就把它对这个内容的反感 一直夸张到这个语言本身 就是这个内容的一个 就同一词好像是 其实它是两套事 你完全可以欣赏它的韵律的时候 你反感它的意思 或者反过来也一样 就是包括我要说 你对这个韵律的反感 好恶 这都是因人而异的 就像就是说 比如有人说 我喜欢 我就喜欢鲁迅 他因为有旧白话的文体 他起练 对 像上次王老师就说 他就看不进去张爱玲 对 有人就不喜欢张爱玲 或者还有人就 比如说就看不上冰心 这不是就是儿童文学吗 其实这是各种品类 而且说实话 这跟每个人的性格 和你对生命的体验 和你的角度全都分 你说这个 我想起来 前一阵不还发生过那种争论吗 就是有人说 巴金 矛盾 文笔不行 引起什么轩然大波 您这作家怎么看 他有一种非常诚挚的倾诉的这么一个调子 但他的感情相当的澎湃 尤其在那个时候 他反封建 要求青年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自由恋爱 他简直用他最诚恳的语言 然后他不断地说 青春是美丽的 青春是美丽的 但这不算一种幼稚的学生腔吗 你就是看整个 你如果只说这 如果巴金这一辈子就写了七个字 青春是美丽的 这您爱说什么 说什么 如果巴金写了有两千万字的话 那么您说他是学日相 我就觉得您说的不对 我还给举冰心的例子 我都不能说冰心是我最喜欢那种类型的 但是我要说一句公道话 你如果就说冰心 它就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品 它证明您的评判太偏狭了 因为实际上 我们就从源头上来说 冰心的创作 看着那么浅白如意又短小 什么春水啊 接下来问题不出 走向2010 繁星啊这些 一个是他完全是他那个时候的 比如他受了 这个郑振多班的这个泰戈尔的 这个影响 他受了这个周作人